星期五 朝野要決戰 國會改革決議案 山羽欲來 請唱票 暫停 暫停 沒問題 監察員請說 我們現在修正每一個字都唸出來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好 請繼續 那沒關係 你那個十二張 讓我講好不好 現在寄到第十二票 絕對不要再往下寄 你把前面的票點一點 是不是十二張票 好 點完之後 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唸一下 解決大家心中的疑慮 法國院會現在已經整理票幣 我們現在先進行立法院執權行司法部分之唱票 請唱票 丁學忠 贊成 丁學忠 贊成 劉許婷 贊成 劉許婷 贊成 王世堅 反對 王世堅 反對 王振旭 反對 王振旭 反對 王玉敏 贊成 王玉敏 贊成 王定宇 反對 王定宇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洪維 贊成 王洪維 贊成 王洪維 贊成 武力華 反對 武力華 反對 武力華 反對 張啟成 贊成 江啟成 贊成 何興淳 反對 何興淳 反對 暫停 暫停 沒問題 監察員請說 憑到底 沒問題 沒問題 是不是 他uj спис 進行 有わ あー 老大 天 我們現在修正每一個字都唸出來,就不會有任何問題,好,請繼續 吳佩義,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及贊成複議案 吳佩義,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及贊成複議案 那這樣好不好,這個選票不會在變動的情況之下,我們把它,現在還沒有動嘛,還沒有任何動作對不對 那計票寄了沒有,現在計票寄到這裡,現在已經計票寄過了,所以在這個點上把它切下來,我們先寄到第幾票 記幾票,12票了,我們從13票開始,為了解決有些委員心中的疑慮,我們每一個文字都唸,這樣就絕對不會有出問題 現在這個票已經在這上面,沒有問題,王委員,完全沒有問題,我們現在每一個字都唸,好不好 啊,好,請繼續,不是,我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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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關係,你那個12張,讓我講好不好 現在寄到第12票,絕對不要再往下寄,你把前面的票點一點,是不是12張票 好,點完之後,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唸一下,解決大家心中的疑慮,你一定要先清點,是不是12張 一定要,麻煩監察委員,陳委員,你清點一下 好,12張沒錯,我們現在每一個,前面的12張,我們每一張票,每一個字都把它唸出來,好 我們現在請,繼續,開始 好,我們就重新唸,好,1號 丁學忠,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即反對副議案 丁學忠,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即反對副議案 好,我們現在可以,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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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報告願會,12張票,我們重複再一次的每一個字都唸出來 從現在開始,第13張票,我們開始繼續,我們開始繼續登記 請大家,仔細看也請三位監察員,仔細來監察,好,繼續 我先給大家來看,最新的民調,這是被認為清律的中華亞太民調 超過六成的受訪民眾挺國會改革複議,這個我直接翻成大把話 就是他們反對國會改革法案,超過六成反對 這個完全不同於過去任何一個版本的民調 總之它是做出來了,人很多,氣勢很旺嗎 畫面會說話,來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在昨天,台北場,桃園場的,吹出來的宣講畫面 結果你看到,台北不說,台北下大雨 當然,出來稀稀落落的,這個畫面,人不多我可以理解 桃園呢,改辦室內,室內你定眼一瞧 哇,怎麼年輕青鳥不見了,都是資深的老青鳥 民進黨不是要利用這一次,吹出年輕人,把他們洗回民進黨嗎 到底聲勢是叫真的,叫假的 但是,接下來一件事讓我們有一點擔心是什麼呢 星期五,六月二十一號,裡面在表決,萬片青鳥 你可以想像,又把立法院前後包得滿滿的,一階之隔 另外一頭,會是國民黨吹出來的藍鷹或者是藍鳥部 對,會不會短兵相接,誰落人,誰要負責把人看好 不可以在那裡出亂子 最後我們就看到了,民進黨這連續好幾場的宣講都不演了 直接把人吹出來,直接告訴你 最後我就是要決戰罷免的戰場 好,原資你來看到,不管哪一份的調查 這個葉原資在第二,這個葉原資在榜首 也就是說,在要被罷免掉,被狙擊槍瞄準 你是最熱門的那個準期瞄準的人,還剩八個月的時間 你怎麼要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讓他們罷不掉你 好,我先解釋一下那個民調 那個民調其實它是指說,以罷免作為關鍵字 那你的聲量佔多少 如果以罷免關鍵字的話,我的聲量是佔滿大的 罷免這兩個字,在我個人的聲量裡面佔到53.3% 換句話說,就是很多人會把我跟罷免兩個連結在一起 那其實我分析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有些媒體就是故意很喜歡想到我 譬如說有一些標題,他講的不是我 他說,不是葉原資,驚嘆號,這個人危險的 那我想說,關我什麼事,那就講他就好了 就是要趁你啊 就是要搶我的名字,這個很多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罷免的連結就非常的多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 在我們那一區,就是有新潮流的人想要來搶這個位子 就是說,想在背後推嘛,把我罷免掉 然後他來搶這個位子 然後呢,讓他可以順利當上立委 那我是覺得啦,那個驚嘆號,我這幾天 我們平常都有在基層跑啦 我不是因為罷免才在基層跑 我現在被黑的很嚴重你知道嗎 現在只要我在臉書上po我在基層跑的照片 就會被解讀說,你看葉原資緊張了啦 他開始跑基層,沒有反正就有在跑 那我要講的是,我在基層跑的時候 其實蠻多人是幫我加油的 他們是說,我們沒有出聲 不代表我們不支持你 他也許是擔心現在民進黨的聲音比較大 他們不想去對抗 他們變成那種沉默的多數 所以如果是我,我的策略 我絕對是正面迎戰 我絕對會,就是說 到時候他們一定會推動罷免嘛 因為有人想要這個位子嘛 那我就正面對決 到時候我會號召我們的支持者 一定要勇於出來投不同一票 因為這個不是說我個人之戰 這個是一個民主體制之戰啦 就是說一個政黨,民進黨 他可以輸了選舉,選輸了之後 拔敗狗 想要再爭取一個再選的機會 對不對 那個保安可以讓人家 選了又選,也選了又選嗎 那不然以後乾脆 選辦法改一下啦 只要民進黨沒選上 自動再選一次好了啦 大家也不用那麼累嘛 那我想問說 難道我們板橋鄉親 或者是全國的民眾 能夠忍受一個政黨 為了奪權 搶位立委的位置 而發動這種不正義的罷免之戰 然後搞到整個社會一直對立嗎 請教一下賴清德總統 你作為一個總統 你希望看到台灣 是不斷地這樣亂下去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 請總統喊話 拿出高度 你現在已經是總統 你不是民進黨的主席 洪文你來告訴我們 這個星期 這個局勢 你怎麼看 我先講一下韓國瑜 他今天過生日 很多人都送花 祝他生日快樂 其實韓國瑜很辛苦 我想他是最辛苦的 立法院院長 你大家想想看 每一次的在朝野協商 大家都可以從直播畫面看出來 就是他都要接受像柯建民 吳思瑶 不停地磨音傳腦 不然的話就是他們的無理取鬧 所以我說韓國瑜 真的可以去申請職災的補償了 真的是職業災害 那麼在立法院這個禮拜 確實是一個重頭戲 也就是復議案 會在星期五 二十一號登場 你看中華亞太基因協會 因為過去他在做很多的選舉民調的時候 因為如果按照他的選舉民調準的話 其實現在的台北市長應該是變成陳時中 那現在的新竹市長也不會是高鴻安 但是他做出這個民調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多的綠營媒體 不願意告訴您的 他事實上有49.5%的人支持國會應該改革 所以就是說也許今天有部分的民眾 我們也尊重他支持要做復議案 老實講我們現在很多民調 再去問說你知不支持復議 其實我都很質疑 我在做民意代表之前 什麼叫做復議 我根本不清楚啊 你不要直接問我復議 復議是什麼 復議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還要告訴你我支持或不支持 我有點支持 我很不支持 這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好 所以現在就是以國會改革 復議之名行最後罷免之事 算數很簡單 民進黨搶一席 我就是最大黨 我搶六席我就國會過半 國民黨吃素的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民進黨 他們執意要用仇恨動員這件事情 來挑起整個情緒的對立嘛 其實事實上你認為他們是想要請這些 包括年輕人不管或支持者 上來幫他們做一些什麼目的 讓他們在立法院裡面可以翻盤嗎 並不是耶 立法院其實一翻兩瞪眼嘛 就是舉手就是席次嘛 他們事實上要做的 的確就是後面的情緒的仇恨動員 就是罷免嘛 但是我們先回過頭來說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會說 輕鳥早已散去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包含 都是一些他們既有的支持者啊 不管是不是他們既有的基本盤 甚至很多都已經是年長的長輩了 為什麼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啦 因為其實大家在聽了很多很多的論述之後呢 而且包含這些輿論戰打到最後 事實上民進黨的這些輿論 它已經疲乏了 所以現在其實基本上喔 會上街頭的都已經是民進黨既有的支持者 我開玩笑說啦 其實基本上喔 禮拜六看到的那一場呢 大家淋著雨 我想喔 這一些人可能有九成的人都有打過高端 為什麼我要去這樣形容 因為大家會說打過高端的 基本上就是民進黨完完全全死中的支持者 我形容那一場其實基本上也是一樣 接下來民進黨再號召群眾上街頭 基本上也是一樣 而且事實上網路其實也早就已經質疑啦 只要每一次民進黨有任何需求的 這個叫做這個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 每一次都有他們的份喔 真的是每一次 所以你說這樣的民調算數嗎 尤其像剛剛洪威姐有提到的嘛 你說複議真的沒有人搞清楚 甚至還有人覺得說複議是我同意的意思喔 因為根本不知道複議複議哪個複哪個議嘛 這還蠻有趣的 所以可能接到複議 我同意國會改革啊 就這樣出去了 所以你說這個民調 其實我覺得完全完全沒有參考的一個標準 之後我覺得說 如果民進黨要推這種罷免案的話 那我覺得罷免它是一個民眾的權利沒有錯 它是中立的 但是如果民進黨要利用這種仇恨的這種罷免 來去進行正式操作的話 那說實在的 民進黨難道沒有人可以比較容易被罷免嗎 你說吳思瑤他的票數沒有過半數耶 他是不是容易被罷免 而且事實上他現在是黨團的這個幹事長嘛 好像他們的書記長 他之前一些反國會改革的發言啊等等 也都是在累積這個仇恨值啊 而且還有他跟柯建民講的這個土味情話 什麼叫做台灣最美麗的臉龐 說真的大家都是雞皮疙瘩掉滿地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不要太酷水 不要以為風向還在你們這一邊 大家都是理智 大家都是有思考的 決戰國會改革複議案 621朝野表決大戰之前 今天晚上綠營開獎的第一站 選在最好遼撥仇恨的地方 傅崑奇本命區花蓮 明天賴總統的本命區台南更要上演藍綠短冰箱街啊 我們就來看一個人莊瑞雄 昨天他爆出口開嗆韓國瑜 現在被揭穿說 Game不容易結束呢 為什麼 目的是弄臭韓國瑜 催出更多青鳥 終極戰場根本就在罷免 搶下最後關鍵一席 那民進黨就是國會最大黨了 國會最大黨到底有什麼用 國會最大黨又不能吃又不能用 又沒有過半數有什麼用 你國會最大黨是52席 53席 你還是沒有過半數 投票還是不會贏 那你最後還是要跟民眾黨合作 所以花這麼大吃奶的力氣 說要罷免議席立委 讓你從老二變成老大 那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你沒有辦法改變國會生態的結構 你要複議還是複議不贏 你要通過法案還是沒辦法通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略目標的設定 本身很奇怪 這個待會再說 那重點是現在最重要是眼前 六月二十一號這個複議案 那不是說要有六個這個 這個奇異來歸的議事 才有可能翻盤嗎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要翻盤 是需要六個 不是一個 罷一個是沒有用的 那在這個複議案 當然大家都知道不會過 可是其實在這個行政院的立場 當然還是不能說 我就是不會過 我明知不會過 我還是要送 這好像蠻奇怪的 所以今天即便是執政黨的立委 在這個立法院裡頭 問卓榮泰說你知道複議案不會過 所以你要不要下鄉去講一講 要不要用行政團隊的力量 就像我們當年的蘇貞昌衝衝衝一樣 衝到第一線去 就跟當年的四大公投一樣 當時的副總統賴清德也衝到前面去 所以要像賴清德 要像蘇貞昌這樣子去捍衛 你行政院想要在立法院 這個複議的這個決心跟行動 沒想到這個狀態 這個老神在在說 我們會照該走的規則走 所以顯然沒打算 要在這第一波衝到第一線 這當然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這麼積極的說 我一定要複議 我複議就複議 複議失敗我要釋憲 就感覺好像很有決心的樣子 複議不是要贏 要贏你就要去跟人民溝通 總統也要你們去跟人民溝通 你沒想要贏嗎 卓榮太不衝 為什麼賴清德不衝 蕭美琴不衝 打假球嗎 對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 其實很多人是看不太懂 民進黨這一波的操作 那你這個操作 這個複議反正我行禮如意 六月二十一 我如果沒有出大招 沒有出大絕招 所以大絕招 是我贊助你立法院 讓你無法開會 我就給他佔領十五天 佔領十五天就過了 所以他顯然沒有打算 要出這個大絕招 那現在就是口頭告訴大家說 我要複議就複議 我要視線就視線 但是在這中間 我最大的重點是 我要下鄉去動員 那這只是一個選舉的操兵 暖身 那你的暖身是針對罷免案 還是針對二零二六 甚至賴清德看得比較長遠 都看到他的二零二八 所以不管看到多遠 都跟國會改革複議案 沒有關係啊 他就是一個工具 就是一個動員遼撥情緒的這個工具 那特別是這個吳思堯說 這個叫做青鳥行動 那我一直對這件事情 我一直很疑惑 就是說民進黨中央的這個 所有的下鄉的宣講 到底能不能夠叫做青鳥在飛啊 因為當時大家記得 這個青鳥行動包圍國會的時候 柯建民出來講說 這些人都跟我沒關係 我怎麼有能力交通他們 那不是我們動員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青鳥歸青鳥 民進黨歸民進黨 可是現在你們用捕鳥網把人家補起來了 就說這些青鳥是我的 現在我都是青鳥行動 那所以青鳥 到底是青鳥還是民進黨的鳥 現在已經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那這些青鳥會不會也不開心 我不是支持民進黨 我才來國會的 我是以為國會有一個黑箱 有一個反民主的事情正在發生 正在危害台灣的前途 我才來的 我不是來挺你民進黨 那你現在把我的這個青鳥 都擺進你民進黨的捕鳥網裡面 說我們都是青鳥要幫民進黨下鄉去 這個動員 這個操作民眾的對立的情緒 很多青鳥可能是不同意的 所以你這麼一講的話 應該是吳思瑤 是不是直接直話就白說了 大白話直接說給你聽 為什麼 所以現在所有的鋪排 明知富裕不會贏 硬要走過場 是為了催出更多的青鳥嗎 來看看 昨天這個衝突的縣長 莊瑞雄 事過境遷第幾天 直接被吐槽說 早上回一回都永遠 目的也是你剛剛講的 要催出更多青鳥吧 我覺得這種叫做仇恨值的提升 以為這樣可以動員 我覺得這一招其實 我覺得台灣社會 經過了這麼多場的選舉 這麼多衝突對立 那麼高的政治活動 那你單純針對韓國瑜 以為韓國瑜 還有當年在高雄市場 被罷免的時候的那種仇恨值 我覺得真的是想太多了 不過你只能覺得說 民進黨現在就是 要用到最後一兵一組 不管這個事情 能不能夠催出 仇恨韓國瑜的情緒 反正我就是死馬當活馬役 我就是要試 我每一個要我都要下 每一招我都要試 我就是希望在我的動員的時候 能夠動出最後一個人 只要多一個都好 所以你故意找韓國瑜的麻煩 那其實昨天莊瑞雄那個樣子 大家會知道 就感覺就是很像是來找麻煩的嗎 好 靖平 剛剛所有的描繪的過程 從昨天到今天 是不是都是一種鋪排 一定得走的過場 目的呢 包含了昨天鄧一鄧的 包括今天晚上在花蓮的宣講 明天在台南 都為了催出青鳥 最後決戰罷免的戰場 那是要拉開序曲 這個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這個在協商會議 昨天為什麼要直接 在會議裡面 他不見得一定要槓上 這個韓國瑜 只是讓韓國瑜 當這個會議主席的時候 會非常的這個不滿 因為民進黨黨團在協商的時候 過去發難 都是坐在對面的黃國昌 對不對 都是那種國衝老師 然後用這種很接近這個 馬錦濤戲劇式的這個張力 然後來震責住他們 那所以其實很多人在懷疑說 昨天莊瑞雄委員這樣的一方 激情演出似乎有備而來 我就用這樣一個上引號跟下引號 特別去框住很保守的說 有備而來 我讓你生氣讓你失態 對然後再加上 昨天的主攻守是莊瑞雄委員 老柯 柯建民反而在旁邊 他就適時的就是等於撫上了火炮 我覺得很意外的是 國中老師 這個黃國昌反而變成淡定許多 沒有在當下 跟這個莊瑞雄整個吵起來 然後整個或者是打水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黃國昌的仇恨值 跟輕鳥運動的仇恨值 對黃國昌馬上突然揍攔升高 他不想要總計 他達到了 所以黃國昌看慣這個場面 原來你也學我啊 我也會我說心裡的OS這樣設計 那第二個 從這個拉開去的時候 讓國民黨跟民眾黨知道說 民進黨的這個下鄉輕鳥行動 開始從這個揭開序幕 不是說開玩笑 不是說說而已 這個要燒錢 這個要動員 這個要找人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苦於 就是說因為這幾年的政治情勢發展 台灣的這個地方政黨政治 你要足夠支撐你這個各縣市的立委 區域立委 或是各縣市黨不去辦這個活動 你必須要有一個足夠的這個金錢 動員啊 然後去這樣一個辦活動 像有點像是以前的立委 這個草迷分場 或什麼大型的造勢的宣傳的 有點像選戰接近才會有這種狀況 現在你選戰還有一兩年 那你就開始這樣子去操兵 當然基層會兵品馬昆 但對民進黨來說 但無所謂 我把戰線拉長 累積到明年二月之後 我就開始推動罷兵 累積罷兵的正當性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步驟一步驟了 國民黨跟民眾黨要看清楚 他是來真的 然後這樣的一個下去之後 只會讓他的支持者 跟凝聚他基層的群眾看到說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 對你們就是太阿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標題 跟劇本張回小說似的 這樣一直寫下來 張回小說 建議你們的眾生拉得很長耶 謝謝秀玲跟敬平的指教 首先我第一個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複議案的部分 其實是行政院的一個憲政機關 那因為憲政的這個部分 基於憲法的這個秩序 所以我們提出複議 這是一個正當的一個複議案 而且的理由 當然我們七大理由已經訴求了 民眾信不信 相不相信 每個人角度看得不一樣 再者現在為什麼所謂要下鄉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選民是老闆嘛 我們要不一樣 我們要告訴人家 我們到底哪裡做的不好 這個東西跟原本的青鳥 所謂的罷免等等 或者是操作下一屆選舉2026 其實都言之過早 第二個 昨天莊瑞雄的事情 我在這邊要跟慶平跟秀玲說明一下 昨天我跟莊瑞雄同台 但很清楚的 慶平也是民意代表 我也是民意代表 當我們在有意見的時候 權宜問題或者是說 我們會議詢問的同時 同時有多人舉手的時候會按排序 那在兩個角度 到底誰在演 剛才秀玲有講說這種東西 或者慶平說 這東西是在演的一個曲目 一個起秀 其實我應該是講說 雞蛋裡挑鋼筋 這種金句只有我們的大院長會做得出來 那到底誰在演眼中 民眾的眼中是血量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 不管是2026的選舉 或者明年的罷免 或者昨天莊瑞雄這些所謂情緒上 你們認為情緒上 或者說有意刻意的去操作 我覺得這不公平 因為議事規則就是有發言的程序 你掀出了全民監控的怒火 我要跟你講 現在又歪掉了 大家都在追 講說他闖了兩個紅燈 後面有人在追嗎 他說要去調那個監視器 看誰在追他 許曉欣立刻秀了個不在場證明 去啊 酸度破表 我們小老百姓我只是一個小立委 我沒有國家機器 好 我就要問 現在大家關注的焦點 其實還是在全民監控這件事情 其實只有一件事要做 檢察官 你看你就到民進黨中央 你就調出了5月27號 有沒有徐曉欣說的那場會議 會議 powerpoint的資料裡 有沒有他說的 四方提供的這個數據 查出來就翻頁了 不查的話 那人民就會說 你是不是案子挑著辦呢 那你啊 是啊 現在談王毅川 要先講幾個前提 就是闖紅燈就是不對 要先跟王毅川這樣講 呼籲大家不要跟王毅川學習闖紅燈 那昨天王毅川會出來說明 就是因為闖紅燈事件 所以記者約他出來說 你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結果他說 因為被中國制裁之後 有人來監控他 監控的時候打個問號 那問題是王毅川出來的時候 當然記者不會放過他 要問說5月27號 你們早上的主管會議 到底是有開還是沒開 那有開談了些什麼 有沒有拿所謂的這個 輿情資料給你看 所以你5月27號下午 你上節目有索本 可是聽到這問題的時候 王毅川怎麼樣 當場轉頭走人 他不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覺得很慕名其妙 你既然都出來 那為什麼你不把話講清楚 這一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嗎 闖紅燈我講一下 沒想到的 你有知道你去查 後面什麼車把你對查出來 兩次發單繳掉 這件事結束了 可是唯一沒辦法結束 是全民監控這件事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昨天曲曉星爆料這東西 有點在引蛇出動 就是把這個王毅川給他引出來 到媒體面頭 鏡頭前面 然後看王毅川被問到尷尬問題之後 轉身離開 而且今天 證實了一件事情 我們昨天在猜說 我一直覺得巧欣的手上 應該還有更猛的料要爆 他就在擠牙膏 他就在臨遲說謊的人 結果他今天自己證實有 他手上有更猛的料 而且涉及個資 我真的很好奇耶 因為巧欣之前有說過嘛 他說這個有民進黨的資料 是給他的嘛 他之前受訪者有講過嘛 那到底是誰給他的不知道 他說涉及到個資法 那現在把資料給檢方了 為什麼趕快給檢方 怕被滅證 所以他要檢方低調的來做一些 申請證據保存 你要趕快進行 因為怕民進黨會有其他動作 所以你看 徐曉星他其實手上是有其他資料 他只是還沒有爆出來 但是資料會不會成為王毅川 一刀斃命的證據 現在大家都在看 王毅川這把火 現在可能會燒到不止自己 有可能讓整個民進黨都會翻車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現在唯有一個人 可以帶著大家的好奇 找到答案 就是北檢的承辦的分案的檢察官 你只要調到了所謂的搜索 相關的保存證據需要的文件 你就可以直接到了 北平東路的民進黨中央 你就可以進去 要他們提供資料 你就可以所有的疑問 在那個地方都一次搞清楚啊 對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很多立委有沒有收回案 或是一些爭議的時候 檢調都會大動作到立法院的辦公室 一間一間搜索 可是現在大家好奇 現在王毅川被北檢傳完之後 那民進黨中央會被搜索 這是大家很好奇的事 那大家也在猜 可能不會搜索 為什麼 大家會怕 你要搜索的地方是民進黨中央 我跟你講不會搜索事情會很麻煩 為什麼 又會有人說 連檢察官都是一條龍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好奇說 那你這個案子你要怎麼進去 你結不了 那現在問題是 現在勾勒出來的痕跡越來越多 昨天楊明哥在領事上爆料說 這個釋放電訊的董事長吳彥宏 多年前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自己有談到類似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可能做些電訊上面的識別 他自己講 他說好幾年前 他跟所謂的臺大資訊系的學生 來做開發電話的語音調查系統 結果只要簡單幾個問題 你只要輸入一或二 甚至用非常低的成本完成這份民調 然後最後用號碼Key進去之後 就可以知道你這一戶 到底是挺藍還是挺綠 這套系統是他發展出來的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我爸媽有去按過這個 所以大家就變成人心自為 所以大家變成說 你是不是按了一或二 或是你回答一些問卷的樣本之後 他就知道你這一家 到底是挺藍的有多少人 挺綠有多少人 那也因為這樣的情形之後 開發這套系統 所以2017年的時候 到了釋放電訊 也變成民進黨重要的一個條 或是說重要的人脈在這邊 可是問題是釋放電訊 不會只有這個 吳彥宏一個人脈 你說他養了很多綠油油 這個大家很好奇 因為我們去往下看 這個叫做林玉慧 林玉慧可能大家 對他有點印象 因為過去可能在電視上 有看到他評論一些事情 但是他在過去的時候 他擔任誰 許國勇當政院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他還不只這個身份 他還曾經擔任過所謂的行政院在審議 128件政府標案的時候 他是評委 他這麼厲害 他有什麼專業 而且他 大家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專業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在那個地方 當任評委 這是個問號 再來顯見的是 他跟民進黨應該是關係不素 尤其跟許國勇關係 他可能更是好 所以他還可以當許國勇辦公室主任 但是他最重要的身份是 他還當過四方電訊的顧問 哇 這個勾勒出來的時候 大家很好奇說 現在立委總總爆料說 民進黨跟四方電訊的人脈 哇 這個千絲萬縷啦 那到底是為什麼 他們可以這麼神通廣大 這個民進黨可能要說清楚 建議我問你 廣川他今天被問到 民進黨五二七那場會議 為什麼轉身就走 你就回應啊 是 五二七這件事情 其實據我了解啦 那廣川的闖紅燈如同 剛才我們隔壁的啦 旺哲 旺哲裡面說講 闖紅燈就是不對啦 對啦 我跟你說 這走到哪裡都是天條 你就開發你就翻 對啦 開發你就開發 就這麼單純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台面上的公眾人物 我不會為他所謂的什麼 跟蹤不跟蹤 這種東西沒有任何證據 講一次廣川啊 王毅川上一次 但我只是說 民眾的觀感 不是誰跟你 民眾的觀感 你真的是違規 所以我在這邊 也要告訴宜川哥 該道歉 該罰的 就致請 要求開罰單 那至於徐曉青有沒有跟見 其實他的手法 我跟他同選區 幹了幾年的議員 我憑良心講啊 他的手法 他的方式 真的每個人的看法不一 那到底正當性或者合理性 或者喜歡程度到哪裡 我都尊重 但講回來 曉青 手法高明一點啦 不要老是用這種手法啦 你要轉移你自己 目前所有的新聞媒體的焦點 不要用這種方式啦 至於說 檢察官到底要不要去保存證據 當然提告人是誰 徐曉青嘛 那徐曉青你提告檢察官 有一個偵辦的一個自主的想法 不要再牽扯到民進黨 跟檢調單位有多好多好 我只能說一件事情啦 辦不辦 走不走 這個案子到底要不要發動到搜索 沒那麼嚴重啦 他又不是什麼 星光仁壽的什麼案子 一次一億兩億的一個保釋金 沒這麼的事情 這件事情共存道歉 第二個 轉回來 轉回來 闖紅燈違規道歉 轉回來這個部分 不要看圖說這故事 跟徐曉青的方式一樣 這樣是不好啦 好 秀琳 建議說 沒這麼嚴重啦 還在那邊搜索 那你怎麼看 我要先肯定他 叫王毅川要針對闖紅燈 這件事情道歉 至於你引發出來後面監控門 這件事情到底有嚴重嗎 我覺得建議看法 也許會跟很多其他人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有夠嚴重 我去參加一個活動 而且特別是敏感的政治活動的時候 就有人知道我有去 對不對 那接下來會不會對我 就像王毅川講的 我是不會變成黑名單 我變成綠色黑名單 我好奇的是說 今天記者問說 有二親那一場 你要不要講一下 轉頭就走耶 他還好沒有回答你說 偵查不公開 你去問檢察官 這句很好用 對不對 正常應該說偵查不公開啦 檢察官正在調查 你不要問我 這還比較合理一點 哪有完全不回答 我覺得完全不回答 會讓人家覺得你心虛啊 那這很奇怪嘛 很多人在討論說 那北檢該不該去搜索 民進黨中央黨部 那有人會覺得說 就是沒有這麼嚴重啦 怎麼會上升到 要去搜索一個政黨的這個黨部 那當時這個高鴻安的助理廢案 那是幾十萬的事情 就不是一億兩億喔 他剛剛說新光人社 那一億兩億才需要搜索 那個幾十萬的事情喔 檢察官是帶隊去搜了高鴻安 在國會的辦公室 連國會辦公室都能夠 因為幾十萬來搜的話 那我今天去民進黨中央黨部 要看看王毅川說他有資料 那這份資料長得什麼樣 我當然不知道王毅川跟檢察官說 有資料 資料長得怎麼樣 也許王毅川就說 這個資料就是很隨便啦 就是一個網路關鍵字的 這個熱門關鍵字的調查 也沒什麼 對其他是我自己的推測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去搜出來看看是不是嘛 如果在民黨中央黨部 搜出來的資料 就是王毅川講的一模一樣的資料 那就Bingo 王毅川講對了 我這件事情就可以順利解案 那搜出來不是的話 那大家再繼續來討論 這個適不適合 有沒有違反通訊監察保護法 各的資法相關的法律問題 今天的重頭戲 國會改革法案戰火在起 觀眾朋友 所有源頭核心從行政院的七大理由 提出複議 一致定調 至愛難行 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 到底哪一點站得住腳 而向來給人溫和理性 協調性一流的九龍泰院長 今天一秒變戰狼 直接點名黃國昌委員 要大家來比比看 到底是誰比較有公信力 讓社會來做公斷吧 明知這個送回來立法院 是一場表決必輸的決戰 為什麼還要提複議 真正的戰場原來在後面 這個複議到底後續的政治動作 會是什麼 看得出來民進黨現在 絕對是走最鷹派的路線 因為包括這個溫和派的代表 卓榮泰都變成了鷹派 代表民進黨現在內部沒有溫和派 沒有鷹派 應該是賴清德主席已經拍板了 現在就是全面交土開戰 那特別是你從行政院 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他還說是找學者專家研究之後 才提的複議七大原因 這七大原因根本不需要學者專家研究 這就是當時在國會包圍清鳥行動當中的 相關文宣內容 清鳥文宣飛進立法院 那個拿來看一看 大概就是這七點 差不多的內容 那包括了第一點你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就是他指責這個程序有問題 那立法權在憲法 既然民進黨這麼樣子的捍衛憲法裡頭的五權分立 立法權本身就有 權力決定他自己要如何議事 那他如何議事的程序 不管是你覺得他表決次數多不多 你協商次數夠不夠 這都是立法院的內部事務 這等於是你行政院 把一隻手伸進了立法院 說立法院你們家的家規有問題 那我因為你們家的家規有問題 所以我決定複議 這個實在是非常的離譜 因為包括了像這個程序問題 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都不見得能針對這件事情智慧 那是司法院跟立法院之間 院計分離的問題 所以你行政院居然還能 對人家的家務事指指點點 我們請黨國來帶一下這張圖表 這個圖表就是剛剛秀琳 提到行政院提複議的七大原因 我只講幾個 第一個 沒有經過實質討論違反民主原則 他講的是黑箱 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有實質討論 以各民主的方式 每一條都有表決八次之多 我再講一條 第四條 末世正當的法律程序 違反程序正義 專項是什麼 我有一場專案報告 三場公聽會 四次朝野前商 換句話說 他把青鳥外面的縮帖 飛進了立法院的圍牆 當成他提複議的理由啊 對 因為七條 每一條這個草點 可吐草點都太多 我剛剛講第一條 就你講的這麼的多 對 第七條 其實也是 大家覺得你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 而且你還侵犯了司法院的職權 因為他說呢 疑似做虛偽陳述的官員 就可被刻以刑責 刻以刑責 這是誰的權利 刻以刑責是司法院的權利 所以呢 如果官員在國會裡頭 有虛偽陳述就是說謊 官員在國會裡頭 虛偽陳述說謊 立法院可以把它移送給法院 那法院由法官檢察官來定罪嘛 沒罪就沒罪了啊 而且他還用疑似說謊 因為他不好意思講說謊 因為官員說謊被定罪 大家覺得這個很合理啊 這英國有錯嗎 所以他說疑似說謊 就會被刻刑責 那意思是說我們司法院都亂判了 我們司法院看到你疑似 我就會判你刑責嗎 所以他一次打了兩院 就是說根本 立法院沒有所謂的司法權 沒辦法刻以你刑責 會刻刑責的這個主體 叫做司法院的法院法官 那你現在說法官只要看到疑似就刻刑責 那你不就是在這個 批評司法院的這個司法判決 很沒素質很有瑕疵嗎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另外包括了 到底有沒有一般的民眾 要被如何的處置聽政權 跟這一個調查權 你講到這個就是所有遼撥最恐怖的一點 似是而非就告訴你說 你一般老百姓 他就可以跟你叫來問 你不配合的話 你要嘛罰錢 要嘛吃官司 這個實在是很要命 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所謂的政治攻防 已經到了非常不理性的狀態 從最近的民調來看 有61%支持青鳥行動 或者到現場去參加青鳥行動的支持者 他根本搞不清楚 國會改革法案在討論什麼 高達61%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你沒有辦法講道理啊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道理是什麼 那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只能用情緒動員 所以你只能加大力道說 這個台灣要滅亡了 如果這個國會改革法案通過的話 我看到最近美國的國會 找了防疫時期的防疫指揮官佛奇 來聽證會 那看到這一點我就想到 你看防疫指揮官 這防疫的事情已經幾年前的事了 兩三年前佛奇還點為他當時的決策 到立法院到國會來做聽證 那陳時中要不要來告訴我們 你怎麼採購疫苗的 我們現在都還沒處理到這裡 就已經被講得沸沸揚揚 國會不能有聽證會 那這時我又想到了 當時在那裡反對佛奇的這個 所有防疫政策 聽川普說要喝消毒水的那些支持者 會不會就是現在在包圍 這個國會 就當年在包圍國會的這些人 所以你搞不清楚道理是什麼 你被情緒動員 就去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在民調上面你看到 他真的還是少數 會喝消毒水的人 絕對是少數的 好 我們今天來看到一個火線人物 當然就是剛剛提到了 變成放飛大老鷹的卓榮泰院長 他今天跟黃國昌隔空周隊廝殺 來看這段畫面 行政院院長卓榮泰 在行政院院會當中 帶頭造謠 讓行政院院會成為散播假訊息的中央出訪 黃國昌委員幾次對我有非常不正確的講法 他說我說謊說我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我跟黃國昌委員 誰的公信度比較強 就讓社會來公斷吧 同樣的問題我問一下秀琳 誰的公信力比較強 這個民調可以做一下啦 就是說我覺得反正你有疑問嘛 那我看下一次呢大家在做這個 不管叫做國政民調啊 或施政滿意度民調的時候 就把這個題目放進去 順便問這題 對 就順便問這題 到底是卓榮泰的公信力比較高 還是黃國昌的公信力比較高 那因為題目還沒做 所以我沒辦法回答 到底是誰的公信力高 但是呢最近有關於國會改革法案 民意支持度的民調 你可以拿來參考參考 因為呢黃國昌是國會改革法案的正方 我們要用正反方來看的話 他是正方嘛 那民進黨政府 包括卓榮泰 柯建民 這個吳思瑶是反方嘛 那在這幾次的民調最近喔 不管是青鳥之前 還是青鳥飛來之後 青鳥飛來之前 青鳥飛來之後 的這個民調當中 都是大幅度的領先 支持國會改革的民意 所以全民的這個民意當中 已經告訴你了 大家是支持國會改革法案的 假設黃國昌是支持 國會改革法案的代表性人物 卓榮泰是複議 是反對國會改革代表性人物 那民調就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那你如果不信 你自己再做一次 好 秋林我問你喔 所以大家現在最好奇的就是說 一個舉手 眼睛都可以預測 你舉手都會舉輸人家的這個表決複議 民進黨就是51票 你一定輸 可是硬要把這個案子送進來 後面是一場撩撥嗎 就像你說的 情緒動員嗎 接下來的交土戰 我們要怎麼來看 我覺得你看卓榮泰今天的態度就知道 他已經先點火了 他說呢 因為這個在野黨 或者是其實在正常的民主國家 當你行政權呢 要複議立法院的法案的時候 你都要有一個 這個壯烈成人的準備嘛 就是說你提出複議 可是呢沒有得到國會的支持 你被推翻了 那對你來講 應該就是一個非常重重的一級 所以呢很多會進行所謂的總辭 辭職下台 過去的憲法是這樣規定的 當行政院提出了這一個 複議案被立法院否決之後呢 行政院長必須下台 這是在1992年徵修條文之前 是這麼規定的 那當年修憲 當然民進黨跟國民黨 有各種的交換 這個隔回同意權 跟這個換來換去 反正一條西裝被改成了 亂七八糟 的狀況之下 現在的確是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呢今天總統是非常嗆 他說憲法 你自己拿出來看 那個第幾條 第幾項 第幾款 裡頭呢就沒有說 我複議被否決之後 我要辭職 我不用辭職 但是我提醒你 你可以倒閣啊 就是說 這基本上就是有點放話嗆聲 下戰帖 就是說呢 我不用辭職 但你如果想叫我滾的話呢 那你就提不信任案 投票出來你們會贏 我就滾啦 但是呢 他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當你提不信任案倒閣之後 照現在在野黨的票數會過嘛 那總統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宣佈 解散國會 因為被倒閣了 那總統就解散國會 所以現在這個民進黨一直在講 六席 六席 在講六席密碼 一開始柯建民說呢 只要有六個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的立委 其一來歸 六席我們複議就過了 我們就不必要有這個 毀憲亂政的國會改革法案了 然後呢 現在罷免的人 就說 我未來呢 只要在選區裡頭 罷掉六個國民黨立委的話 六席我們又都贏回來 我們在立法院裡頭 又暢行無阻了 然後呢 又告訴大家說 那如果呢 我未來在這一個 解散國會之後 重選 我只要重選之後 我贏到了六席 又多了六席之後 反正就是三個不同的途徑 就是要兵得 就是說我1月13號那個選舉結果 我很不滿意啦 我就是要重來啦 只是重來的方法有三種 重來的方法呢 有這個罷免 有這個重選 那這些就是民進黨現在的盤算 好 敬平 剛剛提到的magic number 就是六席 觀眾朋友 到底是民進黨的盤算 我大搞 大概一場是六六大算 還是六六斷場呢 所以這個就很吊詭喔 剛剛趙秀琳他的這個分析喔 民進黨的確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今天其實就跟那個王毅川和這個 他們溫朗東同台 他們就提到說 如果他們這個民進黨展開的下鄉宣傳的活動 其實他們也不會演 這樣的一個下鄉宣傳 就是反國會改革 反國會改革的結果就是訴諸藍白是沒有正當性 然後接著就是他們要推動罷免 其實他們就是用這個所謂的行政院提赴議案 爭取時間嘛 然後接著他們下去宣傳之後 他們實際包藏的就是要用罷免這樣一個實質動作 但是我說這個是刀切豆腐兩面光 這是兩面刃 剛剛秀琳是有提到 民進黨跟藍白這個陣營 就是你執政黨跟在野黨 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處心機率後 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但如果成功了 被你民進黨推成功了 藍白的確就回到過去2016年到2024年的8年 民進黨一黨獨大完全執政 賴清德掌權行政一手獨拿 然後國會也是跟去這個過去8年 蔡英文的時期一樣 五六時期超過半數以上都是民進黨 民進黨說了算 大家要回到過去的8年 這個狀況不遠 但是你不要忘記最近這一段時間 雖然青鳥運動上街了 沉默了大多數的民眾 大家沒有講話沒有出來表態 好像是末世看著這樣的一個社會運動發展 然後民進黨就講話很大聲一樣 可是在王毅川他們得意忘形之後 這樣的一個青鳥監控用膝蓋想也知道 等等這一連串的事情發生 還有包括剛剛我們所提到 這一連串電力政策 他們這樣的一個 這首屬兩端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讓民眾想到我還是要過去跟過去8年一樣嗎 而且都講過了 民調不見得對這個國會改革的 他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如果民進黨沒有成功的話 到時候劍殺到了民進黨這邊 變成藍白的加起來席次 比現在更多達到了可以罷免的這個席次的話 你賴清德提早玩完了 所以我說他們要賭這一把 藍白跟綠有不同的盤算 但是賭很大 民進黨也不見得有必贏的把握 賭很大 我嗡娘嗎 觀眾朋友現在台北市議員姐 蘇培在我們視訊的現場 蘇培 所以現在大家就說 民之不可為而為的提出這個副議 最後就要是遼拨起 青鳥遍地開花 最後要決戰那關鍵六席號 讓你們國會過敗 你怎麼看 大家說到底為什麼要提副議的動機 是不是要來催化所謂的這個罷免的浪潮 我認為這個東西其實並不會是民進黨可以操作的 行政院提副議 如果這個理不正 然後氣不直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去號召人民出來做相關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副議 除了我剛剛講的 是針對於這一部法條 在整個行政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瑕疵之外 必須要去做更正 而且要跟立法院邀請 拜託立法院再重新進行討論之外 這其實也是回應了民意 因為這一部的修法 其實會牽涉到相關的人民 因為所謂的一般的人民 依照這個法條的內容來講的話 如果立法院認為有需要所有的人民都必須要到立法院接受詢問 而且在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 還不能請律師 那像這樣子的法律 對人民來講 其實在這幾次的運動過程當中 在這幾次的修法過程當中 這些法條內容其實都是廣泛讓人民所知的 那所以提複義也是回應民意 希望讓這個民意能夠重新讓立法院能夠理解 然後來重新進行修正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至於說是不是藉由複義然後來動員人民繼續罷免 我認為台灣的民主雖然跟這個先進的國家比起來 我們都還是年輕 但幾次的選舉過程下來 我覺得人民沒有那麼好動員 好 謝謝蘇培 這是蘇培剛剛的一個看法 旺哲你怎麼看 我很遺憾聽到檢議員會這樣講 因為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他講的東西跟過去民進黨所講的版本幾乎也都是一模一樣 可是跟輕鳥行動的這些說法其實也是一模一樣 那現在左翁泰其實在做什麼事情 左翁泰他現在在召喚輕鳥行動 再度醞釀這個情緒 叫做輕鳥不能亡 因為曾經一段時間的時候 輕鳥的行動被王毅川給打亂了 所以他現在重新整隊 要來當所謂的輕鳥帶頭的那隻大輕鳥 所以你看他現在校正黃國昌 為什麼要校正黃國昌 黃國昌有流量 我幹嘛無緣故校正其他人 所以我校正黃國昌希望能夠幫我號召 所謂的輕鳥到我身上變成我的保護鳥 再來他提出了所謂的七大原因這個複議案 坦白講大家仔細看看 這張圖有沒有很像側翼在做的圖 其實根本感覺上根本就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行政院這個時候要提出這個複議案這個圖 他要給其他的這些側翼 這個範本所操 大家有依依依據有所本 可以在網路上不斷的流傳嘛 可是你看看喔 現在塑造這樣的仇恨之下 他要延續戰場 為什麼 我們剛剛這幾天喔 包括韓院長 包括傅婚琦對於國會 花東三法 或是對於比較爭議性的法案 開始有點踩刹車了 但是民進黨看到說 他不要讓國民黨下車啊 國民黨應該繼續在爭議性法案 繼續上車才對 所以我現在要把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繼續拿出來 讓你火繼續延燒 不讓你下車嘛 所以這 種種的盤算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所以你看出來 韓國瑜在國會的時候 他現在最關注什麼 打炸事法 可是現在民進黨把風向帶到什麼 帶到所謂的國會改革 你們確定不能下車 那繼續帶下去會變什麼樣子 就變成說國民黨或民眾黨在這個議題上 會一直挨打的份 可是我必須要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接下來應該要轉手圍攻 因為過去一陣子看得出來 民進黨丟出什麼議題之後 藍白等於是比較有被動式的回應 那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說錯誤了 所以國民黨應該要轉手圍攻 把這些東西好好論點 打回去民進黨 這才對你有幫助嘛 那現在來談到罷免的問題 罷免的問題 現在鎖定的是 桃園跟台中比較五五波的選區 那這五波選區 其實坦白講 民進黨當然有戰略目標 他現在要且戰且打仗 避免2026來做練兵的動作 所以他要延伸這個仇吻值 民進黨現在戰術很明顯 他就讓仇吻值一路延收到2026 不讓藍白下車 那延收到2026對民進黨有什麼好處 累積這個仇吻值之後 再來污名化你藍白陣營 那污名化你藍白陣營之後 民進黨就會得到他的政治紅利了 各位朋友 就在行政院針對國會改革法提出複議案 朝野焦土大戰已經一步一步倒數計時 今天週刊金報徐曉鑫 疑似收受了前線相關業者的回扣 還有他涉入了前線的聲文 甚至內線交易 徐曉鑫今天直接定調 這是政治追殺 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出手又針對他 我們要帶您解這一局 而就在民進黨堅稱 國會調查權是擴權 民進黨他也主張過 為什麼過去八年你執政你不改呢 窮州的代表沈柏陽的回答居然是 太難寫 那國會改革你都喊假的嗎 你在打假球嗎 那你哪來的底氣號令青鳥發動罷免大戰呢 我覺得現在整個所謂的青鳥藍鳥的大對決 當然是跟著這個行政院複議 國會改革法案的政治節奏走 這只是一個政治節奏跟攻防 那這個政治節奏跟攻防當中 現在總統賴清德也已經核定了 本來卓榮他還說總統會不會核不知道 他要看完之後才知道 今天核了 對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當然說所謂的這個程序是這樣 那假裝不知道其實大家都知道 賴清德一定會核 因為後續的政治的安排 民進黨已經做了 因為上個禮拜民進黨就已經說 要全國去宣講 有關於複議之後的 相關國會改革法案是如何回線 亂政如何是 這一個傷害台灣的民主等等 那這個最快的時間點 應該就是下個禮拜二 下個禮拜二的州會 就真的會進行複議案的表決 那現在看起來 應該不會有人辯解了 就是說本來贊成的就贊成 本來反對就反對 並不會因為行政院的這一些的政治操作 包括了要下鄉的這個青鳥的 再飛的宣講 而有所改變 那問你會不會去搶走那個 什麼投票箱跑走 讓他15天之內 一決不了最後 自動就複議成功呢 如果民進黨要採焦土政策的話 的確他只要癱瘓立法院15天 所以假設民進黨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動搖果本嚴重的不得了的話 那他就癱瘓立法院啊 你就癱瘓立法院15天 讓這個複議案自動生效 假設道理是站在你這裡的話 癱瘓立法院15天 絕對比你去全國巡演一個月要有用 那後續進入視線那更不用講 那時間更拖得很長 要這樣子折磨全國人民嗎 國家這麼危險了 好那我問你 就是說今天對於國會改革這件事情 不管是什麼樣版本的民調 都是過半支持喔 我就問裡面一起三讀的 也有民進黨的版本 民進黨你也支持過國會調查權 我就舉這個例子 那你八年執政人家就問啊 你為什麼八年都不做呢 這個問題當然喔 大家都在問民進黨 不過最近喔 這個民進黨的這一個不分區立委 黑熊學院的院長 沈柏洋給了大家答案 大家問沈柏洋說為什麼 民進黨過去呢 也推國會改革法案 現在卻不推喔 他織污了很久 本來說喔 這個是過去的事情跟現在 你不能夠把它做類比喔 他就說黃國昌以前 說要降低罷免的門檻 他現在怎麼不降低啦 所以呢過去跟現在會改變 所以沈柏洋是在肯定黃國昌嗎 肯定太陽花的時候的黃國昌 跟現在時候的黃國昌 不一樣嗎 這也是大家聽得一頭霧水 然後最終最經典的 他就說那最終為什麼沒有 民進黨版的調查權的版本 因為太難寫了 他每一次都覺得 你真有心改革 因為太難寫八年不動 對啊那你寫博士論文審 你沒有覺得太難寫嗎 那你的教授不會覺得說 我當時教你這麼多 做學問研究的方法 而且都跟法律相關 他是法律專業喔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 你到了立法院 成為立法委員 結果呢有一個法條 你寫不出來 因為他太難寫 這到底是在怎樣改變 我們所有人對於一般社會 常識的看法 我真的蠻佩服他的 15號我今天11 再來四天之後 就要藍鳥跟青鳥要正面交鋒 正面對決 一場在台南 一場在花蓮 不過我現在看到這一場 哇我們來看到 今天整個黃國昌 上了范琪斐的專訪之後 整個炸鍋了 就是小草跟青鳥們的對決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預言版 就是青鳥與藍鳥對決的預言版 因為如果有看這場直播的人 大概知道 范琪斐所質疑黃國昌的議題 大概跟青鳥行動當中的訴求差不多 也跟這個卓榮泰所寫的 六點複議理由差不多 那就是把這一套青鳥行動 有關於國會改革法案違憲的部分 拿來問黃國昌 對 質疑黃國昌 那據說有一些民進黨的這個側議 或是支持者 其實是蠻公共知識分子的 看到了這個訪問的前半段 就是范琪斐質疑黃國昌的時候說 你這就是黃國昌的這個說明大會 就是他的發表會 而且聽完之後會覺得黃國昌比較有道理 所以其實一開始 民進黨的一些側議 對於范琪斐這場的專訪是非常不滿 你讓黃國昌把事情講太多了 而且大家覺得黃國昌有道理 那當然黃國昌會覺得說我講了這麼多 結果呢你都把我剪掉 那當然我覺得范琪斐 是不是因為在第一時間 也有很多的這個網軍去攻擊他 我第一波啦 第一波是比較偏民進黨的網軍去攻擊他 說你怎麼可以讓黃國昌講這麼清楚 而且講得很有道理 難怪這個民調的支持 其實每次國會改革都會多於這個清鳥行動的反國會改革 那所以做了一些相關的修剪 那第二波到黃國昌去抱怨說 我兩個半小時的訪問你只剪了一小時 而且你都把刻意我講的特別有道理的那些剪掉了 所以他就這一個抱怨了 結果倉粉又跑去這一個出征范琪斐 所以范琪斐當然會覺得自己很冤枉啊 我前面有這個民進黨出征 我後面還有這個倉粉來出征 但是又代表說這個議題的確有各自相信的堅持 大家是用立場來討論這個議題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重點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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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